各位呢你這個模擬器還有我們的針的都弄好了 請你先把現在這個模擬器縮小一點 靠到左上角 因為等一下我們把它縮起來 所以你用滑鼠滾往後退 往後退 退好了之後 按住空白立方滑鼠左鍵一拖 有沒有看到左上角 好 都好了 再把這個視窗 再把它縮回原來的大角 右上角這裡 我們剛剛是不是透過這裡放到最大 再按一下它就回到原來的那個大角 就是這個地方 按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回到我們剛剛的編輯器的環境裡面來了 好 那我順便介紹一下我們左手邊這一邊的積木 你可以看到我們Webduno它自己開發的 是在進階功能以下的 那麼Balaki也就是說 積木程式基本該有的功能都是在基本功能 還有上面什麼流程變速這裡 所以你不管看哪一個用它開發的 上面三個都一樣的 下面就是會有不同 那麼Webduno它每一個 我們講說你現在看到這個 這樣一個一個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目錄 也就是我今天如果要用到LED燈 所有的積木跟LED燈相關的通通都在這裡 所以你不用去別的地方找 你今天要用到風明器就全部都會在這邊 不用找別的地方 那首先呢我們要來做的就是 第一個我們現在既然有了模擬器有真實的東西 跟我們電腦開機一樣 手機開機也是一樣 請問是一開機就馬上進入座位系統嗎 沒有 是不是有黑色畫面 先確認你的CPU記憶體螢幕是不是OK 它先檢測 那我們現在用Webduno也是一樣 我先把你在模擬器裡面 或真實的有的硬體是不是先放進來 我們先有一個開發板 所以你到開發板這個目錄 這個點它一下 裡面是不是有三個 把第一個拿出來 按著拖曳就可以拿出來 點到它 按著拖曳就可以拿出來 這樣就可以拿出來 那現在呢 我們用的並不是馬克一號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的是叫做smart 所以你的開發板的類型 要麻煩把它改成smart 第二個我們先玩假的 所以它後面有一個使用 把它改成模擬器 我要用smart透過模擬器去做連接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一個LED燈 所以你找到LED燈這個目錄 找到它 我們剛剛是不是接05的角位 我們這些電子零件有一個比較特殊 就是插座我們可以隨便插就用 但是因為你的角位 你有指定了 所以你會發現 在衛國電腦的積目裡面 通常第一個 都是這種紫色的 紫色就是要設那個角位用的 你今天插了5 結果你在程式碼控制的時候 你跟它講4 它沒有那麼勤勞 所以每個都幫你檢查 看看你這個插不著我就找 請它再找4 沒有用喔 插錯就插錯了 就牛頭不對馬嘴 它就不會離 所以我們先告訴它 我有一顆LED燈 但是我放在這個角位 所以你現在這樣子就準備好了 那請問麵包板要不要理它 不用 因為它只是延長線而已 所以你有麵包板 它不會在意 你有那個對它來講 這是一個連接的動作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兩個硬體已經準備好了 虛擬的 放進去的 真實的也接起來了 積目是也擺好了 接著你就可以控制它了 怎麼控制 因為我現在用的叫LED燈 所以一樣 請找哪一個目錄 LED燈這個目錄 有沒有看到下面就有控制它的積目了 我們先讓它閃爍一下 你可以把這個閃爍0.5 就把它丟進來 當然你要它閃快一點 你都自己改一下那個秒數 0.2 0.1 那小朋友最喜歡0.001 就會想要測試一下它的難耐這樣子 OK 層次選完了 欸 那怎麼執行 你看右上角 你播放Youtube的時候是執行哪一個 對 聰明 你看 這時候小朋友最有精神 因為他最常看Youtube 糟糕 按下去請問模擬的有沒有亮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有感覺了齁 所以你覺得模擬的會亮的真的會不會亮 真的 那你剛剛透過這樣的程式去執行的 你看一下 WebDynor所寫出來的程式 就是你上面看到這個叫Java書的 所以你剛剛丟積目其實就是完成這一段 好就是主要的那個程式就是這一段 所以你可以再切回積目那邊齁 你要看程式就按Java推格 你就可以看到你剛剛做了哪些事情 這樣各位應該有感覺到WebDynor的簡易吧 因為你可以透過模擬器也可以玩啊 那如果你現在想要玩真的怎麼辦 你要告訴他 剛剛我們是不是跟他講你是透過模擬器 現在不是喔 我要跟他講 抱歉我要透過Wi-Fi玩真的 我要玩真的 我要玩真的 你這個地方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 重點是在這裡 因為 既然你要控制真的 你總要叫他的名字吧 對不對 你家有寵物 你應該會說小狗來 來 因為那是別人家的 呵呵呵 如果你都叫小狗來 他會來了 這樣就有點奇怪 呵呵 所以你們家號碼在哪裡 在你那個紙 還有盒子上面 剛剛有沒有提到八位數 記得有份大小寫喔 有份大小寫 所以 要打在哪裡 就打在這邊 不過呢 因為我們如果只打在這裡 有時候也不知道你打的對不對啊 然後 或者說現在網路到底有沒有連上 所以請你看一下我們右上角這裡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右上角有個閃電 右上角 你把它按下去 請你先把你的裝置名稱打在這裡 如果 打進去之後 它變成綠色的 恭喜你 你的設備現在是在線上 如果你的是紅色的 就表示你的設備沒有在線上 因為我們要檢查錯誤的時候 總要先確認到底設備不OK啊 沒有的話你層次再怎麼改 永遠都不會成功嘛 所以 請你先檢查一下 你們家的設備 八位數 記得有份大小寫喔 好你看我的已經變成綠色的有沒有 我的這邊已經變成綠色的 表示我的是OK的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複製起來 不用再打一次 你就點兩下 多多 有沒有就全部選起來了 按右鍵或Ctrl加C 就在這個地方 多多兩下 你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Ctrl加C 然後再把它貼到 我們程式嘛 那個原本的1234那邊 這樣就好了 這樣有了嗎 好 所以 如果你確定OK了 你可以把程式嘛 先停止再執行一次 我們剛剛不是執行中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呢 再重新執行一次 你來看一下你們家的 有沒有亮起來 有嗎 沒有 你的有變綠色嗎 對 那就表示 他沒有接收到你的指令喔 你必須要讓他 你看我的 有沒有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 不只是我真的會亮 假的也沒有更亮 要插電 當然啊 當然要插電啊 各位同學 沒有電 萬萬不行 剛剛我們接裝置的時候 是不要插電的 就是我們平常 養成習慣 那不然 你如果是真的會電冷的 你應該會害怕嘛 所以這個 你先插電一下 他上完了 確定他已經都 熄滅了 連在裝置上了 你就可以試看看